- 撒上一點 堅果 大家好 歡迎來到芬姐的日常 我們今天要做這個 酪梨生菜沙拉 其實很簡單 那我們就開始囉 先準備一鍋熱水 加一點點鹽 來看看我們今天準備的食材 美生菜 羅美 羅美 還有酪梨 好那還有蘋果 葡萄 水煮蛋 香菇 這個小玉米 熱水呢就是要煮這個小玉米的 現在很流行吃這個溫沙拉 有部分食材呢是熱的 有部分食材呢是 涼的 弄熱的這個食材呢就是 這個香菇 一點點油 把它抹勻 然後呢讓它炒 也不用加什麼調味料 香菇它會出水 等一下我們在最後再調味 在其他食材呢 都還在處理的時候 好我們來切菜 這個是屬於這個生菜的部分 好 切完之後呢 然後我們把它鋪在盤底 兩顆雞蛋 把它切小一點 也不要切到碎喔 就是還有一點點雞蛋的口感 然後放在沙拉上面 這有一些這個牛排鹽 有胡椒粉 或者是一些香料的 鹽巴 那我就放在 這個香菇裡面 讓它 有味道 好 讓它香料有一點粗味道 其實這樣香菇就差不多好了 那香菇有一點縮水耶 那其實你要放多一點香菇 也是沒有問題 我把這個小玉米呢 撈起來 它其實很快就熟了啦 熟了以後呢 我放在這個 盤子上面 讓它涼 這個小玉米筍呢 我就切斜刀 小朋友通常都很喜歡吃這個 好那 葡萄跟蘋果也切哈 好蘋果切完了 切酪梨 台灣酪梨非常多 一年四季都有 酪梨我經驗很愛吃 酪梨是一種超級食物 富含單元不飽多脂肪酸 Omega3 膳食纖維 有助於降低罹患心血管疾病 保護眼睛 減肥 改善消化系統等等 然後呢 切對半 香菇 把它鋪上去 最後 撒上一點 堅果 好我們現在要來填 沙拉的醬 對 那我就用麻醬 我覺得麻醬呢 也非常好吃 麻醬加醋 它就會有那種酸酸的味道 好 那麻醬呢 這已經是現成的了 好那麻醬呢 大概兩匙 一匙 另外一匙給我加 不用 兩匙 然後 醋 一匙 我們今天選擇的是 玫瑰花醋 這就是我們的醬汁 這就是我們的醬汁 想要沾的時候就自己拿起來醬汁就好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還要記得按讚分享 最重要的還要訂閱我們 打開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新影片的通知 拜拜 掰掰 我們說呢 雞蛋喔 要漂亮的話 要先 泡冷水啊 不能溫溫熱熱的就開始 裹了 下面 坐在 prayer 起床 坐在簽